画面上是基隆市志愿议退厨艺官兵服务协会举办的公益健康讲座 特别结合德育护理健康学院和保险业者 带领民众深入了解高龄社会重要的长照议题 以及如何及早做好保险等财务规划 希望帮助退役官兵和家属能从容地因应高龄老化 拥有幸福安心的老年生活 像我们退伍之后大概我们人生一定会面对的高龄海啸 它就会来了 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怎么照顾人 因为我们都会有长辈 他们需要被照顾 这个照顾是一个非常长期 而且除了金钱之外 还有精神上还有体力上的付出 所以我们必须有很好的照顾技巧 很好的心灵支持 很好的财务规划 被照顾的时候我们要去想 因为我们后面的生的孩子都很少 我们如果这些压力跑到他们身上 他们怎么面对他们的未来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面对这些风险之前先做好准备 这些准备就可以减轻我们子女的负担 最主要是要讲长照的路上 其实大家都不负担 因为整个照顾的团体 包括有医生护理师或者是照服员 让这些案主知道说 他有什么样的身体的需求 或者是心理的方面 我们在长照的团体里面 都会提供很多的照顾 在这条路上走起来是很辛苦的 可是透过团体的一个大家的协助 是可以安心的 保险是一个很棒的理财的工具 是因为只有保险 它能够在确保我们在老年 或者是我们在风险来临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笔很稳定的一个基金 然后我们同时 我们可以把风险分散给保险公司 那其实看越多这样的需求 就会发现说 其实大家应该要赶快把 在年轻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保障做起来 而不要把这些风险跟负担 转嫁给自己所爱的家人 讲座现场贵宾云集 参与的基隆市容民服务处认为 长照产业链需要很多人才 未来也可以成为退伍军人 投入耕耘的产业之一 那我们退伍军官宾老实说 在各式他们的就业都有很多种方式 很多面向都可以就业 不过长照这一块 其实我是觉得是可以长期耕耘的一个方向 因为一方面是需求很大 那一方面是我们的退伍军官宾 他的基础的训练对他未来 对他的耐心 他的沟通 各方面其实都蛮有 都很适合做这方面的这种工作 但是像长期照顾这一件事情 不管我们退伍或不退伍 我们都得面对 也就是说我们志愿义 基隆市志愿义退除役官宾服务协会 这个协会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帮助我们退伍军人能够 学习到好的专业技能跟社会衔接 然后在社会可以获得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社会地位 很好的收入 这样子我们退伍军人退伍之后 就是可以发挥在更多的价值 让这个社会更安定 高龄海啸来临 基隆市志愿义退除役官宾服务协会 将持续推动公益活动 帮助长辈认识长照服务 未来也将积极推动人才招募计划 期待有更多有志于长照服务的人士加入协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